可以留意一些高息的鎮公用类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隻941宗移動 雖然股份的變動上速度會比較慢 但就算是728或者762也好 出了最近的營運數據 5G方面的上客量都遲到增加 而股份的移動當然中期業績 都反映了在5G上客量一路增加的情況下 ABU亦都可以有回升的情況 亦都洗脫了過去這幾年的4G減價提速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更深的調整 因為見到近期都挑戰過下面的250天線 如果再接近46.7元附近這位置 我覺得可以做中線持貨的準備 因為始終你說現時的4G減價是7倍 股息率有7厘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吸引 但當然你可知道上面的目標未必看得太遠 可能都接近53元附近 但下方的支持位置可以看回44元